我的天哪 你玩过这种宠物精灵弹吗 打开以后是一只超可爱的娃娃 有个小伙子把娃娃剪开 竟然在她的肚子里 发现了一只黑色的猴子 浇上热水 瞬间就变成了价值上万元的黄金孙悟空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不是最新款的精灵弹吗 里面还能抽到足球是娃娃 你一想到把娃娃给剪开 他也有一个黑漆漆的七千大圣 只要给这个七千大圣浇上热水 他就会变成纷金的了 也好值钱啊 如果漏着精灵弹也太贵了吧 一个是299块钱 就好过年花了12岁钱 就玩两个了 这个马上就来 小子们 精灵弹给你们买来了 这一款也太大了吧 里面应该能拆出来超大的娃娃吧 这娃娃里面会有变色松油口吗 拆出来看看我们就知道了 我会的这个独角兽带 小胶还是金黄色的 你们说他这两个耳朵 是兔子耳朵吗 虽然不管那么多 咱们直接来撕开看看 以前是什么娃娃吧 再来给他做个心脏 哎呀 可爱的娃娃 快抽了吧 这里面竟然是一个白色的小马 这个蛋里面还有好多东西 这里面有超级多的小袋子 它有三颗不同颜色的小蛋 先来看看 这些小袋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有四 几个药丸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个针筒 来把这个药栏给撕开 这药栏里面 竟然还有激光色的液体 摸起来还悶悶然然的呢 这块粉色的液体 摸起来手感也不错呢 小胶们 你们喜欢哪个颜色 再来撕开第二个小袋子 原来这里头装的是 娃娃的身份卡牌啊 第三个袋子 我吃了 这里头好像是个钥匙扣诶 灵灵的爱心钥匙扣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好看吗 再来看看 这个大袋子 里面竟然是一个金黄兔图 贵 这是带图上 一定超美 最后一个袋子 我吃了 这里面有个爱心挂牌 还有一个可以写色的真筒笔哦 现在我们赶紧来看看 这个小娃娃的肚子里面 有没有齐天大圣吧 小心一点 被包里花拉开 它的小肚肚已经被我给打开了 里面全都是白色的小棉花哦 让我来找一找 看看齐天大圣 有没有在里头吧 我这都找了半天 也没有摸到什么硬的东西啊 那个王王的肚子里面 全部都是棉花啊 刚才就没看见什么孙悟空嘛 这个视频应该不靠谱 反正我是没找到 你先来看我的认识粉色蛋白 没有外面总有在那加关注 说不定啊 就在粉色的蛋里 就有变色孙悟空哦 吃开了 吃开了 吃下个就开了 吃啊 我的猪猪竟然是 一只粉粉的皮马啊 它的双双有好多亮眼睛的小猪猪 眼睛才是金色的呢 里巴也是金黄色的 最后还有预色的 黑闪黑闪的小翅膀呢 这个小肚子里 有没有中复空啊 咱们先来把这些小袋子 全部拆开 吃个卡牌 金桶和大药丸 两天金门钥匙够 粉色的小护士发布 爱金牌 我这种笔 接着来 我们要来剪开娃娃了 能觉得里面会有生物空吗 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 哎 真的有个黑猪猪的东西 来你拿着给看看 多酸 真的是黑猪猪的狗狗啊 但是要是 都不都不都宝了吧 怎么找能小猪猫狗啊 而且来这热水 让它献出不胜真面目 马上热水 没热水来喽 交上去 哇 这么漂亮的金色 它真的是个黄金猴子 不过只用了一小火 它就变回原来的颜色了 但是再淋上一点热水 它马上又变成金色了啦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